You know that's bad like a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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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一部经典的爱情电影 山楂树之恋 上世纪70年代初期 为了响应开门办学的号召 秋秋跟老师和同学坐着大巴来到乡村 村长带领他们来到了山楂树下 讲述了这棵树的事迹 在这里秋秋遇到了老三 老三递给秋秋一块糖 秋秋羞涩的笑了笑 随后秋秋开始撰写教科 老三便趁着休息的时间过来看他 还帮他修电灯 并给了他一支钢笔 秋秋回到学校排练舞蹈 再一次回到农村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老三就在那里傻笑着等他 过河的时候 老三本想牵着他走 但秋秋却向后躲了一下 无奈老三只能拿了一根木棍牵着他 两人走着走着 手都捡到了一起 秋秋成功地拿到了回校的机会 他无意中听说老三有了对象 便不再搭理他 回到城里的秋秋 为了贴补家用找了份工作 休息时间就啃着馒头吃咸菜 后来从村长女儿的口中得知 老三其实还是单身 秋秋的脸上 这才重新扬起了微笑 回到学校后 秋秋参加排球队的训练 因为家境贫寒 他连一件队服都买不起 球被打出墙外 也是秋秋主动去捡 一次偶然的机会 秋秋再次看到了老三 老三跳入盒中 并塞给了秋秋一点钱 让他买一身新的队服 换上新衣服的秋秋 在剪球时看到了校门外的老三 两人相识一笑 爱意满满 从此老三为了能与秋秋见面 便经常加班换取轮休 第二年夏天 两人来到凉亭聊天 老三把秋秋抱在怀里 说自己愿意等他一辈子 秋秋毕业后顺利留校毕业 为了能顺利转正 他在暑假时留校修整篮球场 之后秋秋的脚不慎受伤 为了劝说他去医院 老三毫不犹豫地在自己的胳膊上画了一道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 他们遇到了秋秋的母亲 老三答应秋秋的妈妈 转正期不来找他 后来老三住院了 秋秋赶紧来到医院探望 但医院不允许家属过夜 秋秋就在铁门前待了一宿 老三也在走廊上陪他 后来秋秋哭哭哀求母亲 要去农村找他 乡亲们告诉他 老三得了重病 治后的日子里 秋秋一直在等待老三的消息 直到有一天秋秋在上课时 有人叫他出去 他慌忙地跑到医院 却看到了眼影一息的老三 为了能在临死前 最后见秋秋一面 老三一直提着一口气 现在他看到了 也就安心地闭眼离去了 秋秋哭成了泪人 不停地喊着他的名字 影片的最后 人们按照老三的遗嘱 将他的骨灰埋在了山楂树下 每年清明秋秋都会来祭拜 本片的镜头平白又温馨 是不可多得的爱情题材佳作 触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 值得我们去反复品味 这部电影 有没有带给你初恋的感觉呢 欢迎各位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 也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